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代猛将用的不多 已知用蛇毛的猛将有以下三位 张飞 人们最熟悉的三国猛将 在三国制中与关羽并称万人敌 在三国演义中 张飞使用杖八蛇毛 跨下万里烟云手 曾恒毛立马 在当阳桥喝退曹操百万兵 在向上八战坪中有诗赞约 长板拨前驻赵云 喝退曹操百万军 姓张明飞自义的 万古流芳莽状人 在三国制中 具有张飞据水断桥退曹军记载 只是没有这么写谷 林宏 水浒传中人物 但据宋朝人著大宋宣和一世记载 宋江起义的三十六江之中 确实有一个叫林宏的人 外号也叫豹子头 大宋宣和一世是笔记及小说 基本尊重历史 如此看来 历史上却有林宏七人 在大宋宣和一世中 明确记载了三十六江的姓名绰号 那三十六人道个圣体 智多兴无家量 玉其林 不尽义 轻念受养至 混江龙离海 九闻龙使戒 骆云龙公尊胜 浪里百跳张顺 霹雳火勤鸣 博连罗软小七 立地太岁软小李 软明二郎软记 大刀官毕胜 豹子头鸣冲 黑炫风李回 小炫风柴记 金枪手徐宁 铺天雕李英 赤发鬼刘唐 一壮指董平 叉赤虎雷横 美然公诸童 神形太宝戴宗 三观所王雄 并欲持村立 小李广花容 美与见张青 梅哲兰木横 浪子艳星 花河赏鲁之身 行者武宗 铁边忽颜措 即先锋所超 拼命二郎石秀 火船公张岑 摸着云渡谦 铁天王朝盖 在水浒转中 临冲膳士张八舌毛 他原是八十万禁军枪棒叫头 因多次遭到陷害 最后被逼上梁山草 后火并亡伦 吞朝盖为梁山寨主 参与一系列战役 梁山大聚一时 他排第六位 卫列马军五虎将 把守正西汉寨 抗击来围剿梁山军的官军 亲热北宋的辽国 和剿灭国内造反的田谷 王庆 方岸是历史屡历战功 临重误入白骨堂 棒打红教头 风雪山神庙的故事 在民间广为流传 陈安 十六国前夕猛将 首使两种兵器 左手持七尺大刀 右手拿张八舌毛 进书卷一百三载地第三 安与壮士时于其余陕中歌斩 安左手奋七尺大刀 右手持张八舌毛 近交则刀毛巨发 折害五六 远则双带肩腹 左右持射而走 陈安作战勇猛 又善待士兵 狠受士兵拥戴 可惜最后兵败被部下说出藏身之处 而被擒杀 陈安死后 士兵思念他 为他做壮士歌祭典 资质通鉴 安善辅将士 与同干活 及死 拢上人私之 为做壮士之歌 陈安在十六国时期是主 名猛将 但因这一时期的影视作品较少 很少有人知道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共宣词